今天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七个节气 寒露 寒露与白露时节相比 气温下降了许多 寒深露宁 因而称为寒露 此时红艳排成一字或人字形队列 大举难迁 菊花已普遍开放 因此寒露的习俗是边赏秋边养生 吃芝麻可润非异味 品秋茶则能降火除灶 在河肥新桥机场的东航贵宾时里 可以沉浸时感受灰茶晚韵 我们先来泡一杯环珊菊花 看这些美丽的花朵在清水里摇曳 是不是和秋天一样美丽 环珊菊又被称为灰州贡菊 因在古代曾被作为贡品 煮茶于环珊风景区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清凉风之间 既有观赏价值又有药用功能 你知道吗 中国十大名茶中有三种产自安徽 这是环珊茅风 其得名于新制茶叶白蚝披生 芽间锋芒 写彩自环珊高峰 因其茶运清香而被誉为高山云雾里的一口仙气 这是奇门红茶 是红茶中的极品 素以香气芬芳富裕 至宫精细而闻名于国内外市场 美称红茶皇后 这是鹿安瓜片 是世界上唯一无芽无梗的茶叶 由单片深夜制成 因成品茶形如瓜子 故取名瓜片 根据古书记载 鹿安瓜片是从奇山云雾茶演变而来 东杭一直致力于传播茶文化 推出了东杭那杯茶特色饮品 让世界简单喝好茶 寒露时节蜜秋茶 感悟茶文化中的东方哲学 现在你想品尝哪道茶呢